今天我们在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节目当中 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学校 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学校 但是如果你现在申请入学的话 打开那个册子 一定也会看到这个学校有很多的科系 你很想要参加 这个学校是华泛大学 今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大家长 朱建民校长来到节目当中 跟所有听众朋友一块来聊聊华泛大学 校长晚安 委员长晚安 委员长好 看到委员长校长就低了一节了 抗战期间的时候 委员长是全国的精神领袖 所以我刚说校长委屈你了 你要叫我委员长 一定一定 校长其实谈到了华泛大学 很多我们的同学们可能会想说 这是一个吃灾念佛的学校 那个名字很容易让人家有这种影响 真的哦 是有佛教背景吗 还是 有佛教背景 台湾其实现在有佛教背景的大学 有五六所 我们其实是最早的一所 我们二十年前设立 比那个佛光大学 玄奘大学都早 不预设任何宗教立场 也不会在校内有任何传教行为 真的吗 是是是 所以不管任何的宗教的朋友 都可以去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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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方说在学校里面的那个课程 或者是一些活动 那会不会跟这个佛教有关 课程基本上都是大学的一般课程 因为事实上教育部 在整个高教的政策里面 是并不是欢迎这些大学 有任何这种政治上的 或者宗教上的立场 所以在一般大学里面 大概都会把这些东西排除掉 所以其实不只是华泛大学 所有台湾的大学 大概都必须要保持宗教自由 政治这个就是尊重的一种一种立场 真的 所以像是很多学生 就一听到华泛 那个泛字 让人家联想到印度 联想到佛陀 那就想会不会到了学校以后 就要这个吃素 我们是有素食餐厅 但是也有荤食餐厅的 是平等对待 是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是是 吃的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不过我觉得 如果一个学校 他能够有一些宗教的一些活动 代表也不错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 我自己回去看我以前念书的历程 因为我高中的那个时候 念的是天主教的学校 那学校就有办一些天主教的一个活动 我现在都觉得好温馨 你知道吗 最怀念的就是高中那三年的生活 对不对 我们的学校其实也有一些 如果提到像这种类似的活动 我们因为有办一种叫做玉佛节 玉佛节 那个坦白讲我也是只参加过一次 全身为校长 但是去体会一下吧 那当时也有一些学生 他们就主动来玩玩 参与一下 那我就特别在那个场合里面也讲了 我说 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像这种玉佛 就是在佛像上面的洒水 好像是帮他洗净 清洁这个佛像 其实是清洁自己 对 他有一种象征的意涵 我曾经在这个印度 看过人家玉佛 我也曾经在这个吴歌窟 看过人家这个玉佛 但是那种观赏式的看啊 跟你自己去参与一次 那样的一种活动 你未必是需要有任何宗教背景 但你可以去欣赏 不同宗教 他的一些仪式 如果你愿意参与的话 也许会有一些体会 所以在那次的活动里面 有一些 其他宗教信仰的人 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其实他们参与的结果就是 不会改变他们的宗教信仰 反而有另外一种好玩的感受 或者有另外一番体会 我想那也是一个经验吧 对 那华泛大学 其实他的这个地理位置 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就交通来讲 还有这个动线来讲 校长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号称全国最高学府 因为真的是最高 高到多高呢 就是海拔五百五十公尺 海拔五百五十公尺 但是不用这个爬山涉水啊 也没有那么远 事实上我们就位在新北市 以前叫台北县 现在叫新北市 石定 石定的这个地方 那离开台北市其实并不是很远 我们从木栅过去 大概就半个小时的车程 那为了 但是很多学生呢 他们在交通上面还是有一些考量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呢 提供了很多的设施跟补助 比如说我们早晨有从台北车站 永和中和三重板桥内湖 十几个路线的车 还有什么景美 木栅 这些地方 都是专车啊 把学生接到学校里面来 所以其实这个需要投资的经费 其实是蛮多的 然后一天有好几班 类似坐校车吗 校车就直达车 那天是直达车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公车 因为公车它会一站一站停 其实对学生来讲 会觉得路程就比较遥远 那专车的话是不停的 中间不停就直接过去 我们甚至注意到 因为现在学生很多是区域化 我们有一百多位基隆的学生 于是我们就开了基隆的专车 就是游览车 上午一班过来 那没办法很多班吃 就上午一班过来 然后五点一班回去 那学生大概就付五十块钱 可是事实上是绝对不符成本 那另外我们还发现 有些学生住宜兰 那你说从宜兰也要开专车吗 那每天来回啊 他们也很累啊 不过通常他们的习惯是 礼拜一来 礼拜五回去 住在学校里面 所以我们就开宜兰的包车 包车一趟一百五十块 是 包什么呢 计程车 什么意思 我们计程车包给他 贴给计程车钱 学生只要付一百五就好 所以有的时候两个人 一人付一百五 两人付三百 坐了一个计程车 把他送回宜兰去 学校来贴补 哇 这个就是 这学校太大气了 就是啊 一方面希望学生留在这个好山好水 空气清新的地方读书 但另外一方面也考虑到很多学生其实是住在家里 他没有不喜欢住在宿舍里 那家里到学校之间呢 我们希望把他的整个交通啊 能够压缩在一个小时之内 如果他是从台北车站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 需要一个小时 如果他是从景美的话 大概就是四十分钟 是 那从台北市政府啦 内湖啦 那边就四五十分钟 大概希望整个是压缩在一个小时 目前其实从基隆到我们那边 就四十几分钟就到了 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对 其实我有去过华湾大学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空气好清新 然后风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真的修身养性啊 那去的话 等于说他有很多是要爬坡的 对不对 那所以自己比方说是不是要准备摩托车啦 脚踏车啦 然后会比较上课方便一点 如果骑脚踏车的话 四年骑下来会身体非常强壮 卢卜腿是不是 会非常强壮 那边常常有那个自行车队 在周末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这个景点 然后他们常常就是锻炼 我们基本上不鼓励学生骑自行车 是 因为太累了 那骑摩托车的人其实是有 我们早骑的时候啊 其实有大概一千多个学生骑摩托车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啊 这些学生骑摩托车啊 还是会有危险 虽然再三提醒啊 还是会有危险 这个危险下雨的时候 通常不会出事 他们会很谨慎 嗯 下了几天雨啊 第二天放晴了 哎 通常都会出事 就会稍微擦撞啊 或怎么样 因为山路还好 大家都骑的不是那么快啊 虽然会擦撞 大概就是 就是有点小伤啊 或者这样的 但是看了这个也是很不忍啊 所以我们大概就 后来就不断的提高 这个专车的班次 甚至多做一些补贴 嗯 那越来越方便嘛 那就压抑这个学生 骑摩托车的这个需求 到目前为止 大概就减到一半了 哦 那成效也不错 就经过两年的努力 是 经过两年努力 但是 就是要不断的投入资金啊 所以我们大概 光补贴在这个专车的部分啊 大概一年就是六百万 六百万 哇 我们大概学生四千人嘛 大概就是 有四五百位同学 还是骑机车 那为了让这些机车组啊 能够更安全 我们干脆啊 就请那个专业的 骑摩托车的这个教练 来教他们怎么样骑山路 天啊 既然禁止不了 既然禁止不了 是不是 就是这个他有他的需求 是 那你就干脆培养他的能力 我们免费 请这个外面的专业 好可爱哦 欢迎他来 这个锻炼他的山路 因为骑山路跟骑平路 还是有点不不一样 我想 站在家长的心里 也是一样啊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 这个安全 所以我们也尽量在很多的措施上面来帮忙 是 所以呃 其实校长非常用心的 希望把那个动线能够呃 这个呃 让所有的同学哦 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哦 从家里到学校做一个往返 而且呢 就算呃 哎这个同学们住校的话哦 那在宿舍上面 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便捷 对不对 是 像这个呃 这个钻车的部分啊 刚刚呃委员长啊 提到这个呃 呃 便捷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考虑到就是 所有的学生 坐钻车一定有座位 所以我们不是用那种啊 那种 沙丁鱼方式 沙丁鱼的方式 嗯 也不是那种好像那种长板凳的方式 而是那种啊 那种一排 三四个 一排三四个 那一种啊 有很宽敞坐坐椅的那种 钻车在接送 所以 确保每一位同学 在他四十分的车程 五十分的车程里面 都是坐着的 嗯 都可以在上面闭目养神啊 哈哈 可以这个 看看其他的东西 是 所以就型的品质来讲 学校都考虑到 也要保障 也要保障 不能说只有公车 然后说只有钻车 然后让学生塞的 这个很不舒服 嗯 那住宿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就是尽量啊 在山区上面 让大家生活上比较便利一点 是嗯 好 那我想这个听众朋友 刚听到我们的这个朱建民校长 谈到了 哎 华藩大学呢 他是这个全国最高的学府 那他是在这个实定哦 到底这个华藩大学 有哪些这个不同的一个科系 可以做一个选择呢 我们来听首歌 再请朱校长来告诉我们呢 OK今天我们在国民教育的节目当中呢 所介绍的话题是华藩大学 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同学们呢 最近很多人都在申请入学哦 那其实呃 对华藩也许呢 并不是这么的熟悉 所以今天委员长特别请到我们的 朱建民校长来跟所有的同学们做一个分享哦 其实目前华藩呢 好像有四个学院 十二个学系 十二个研究所是不是 是的 嗯 校长要不要来聊一下 你觉得呃最最有特色的 的科系是什么 呃台湾其实现在的大学很多了 嗯 有呃176所啊 就很多高中同学啊 这个有的时候还数不完啊 很多大学你可能都不了解啊 所以其实呃要找一个符合自己 然后有特色的 其实需要花一点时间啊 去去了解 那我个人是呃 觉得华藩大学 他的教育的方式啊 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理念是非常有特色的 我用一个方式来讲吧 就是说很多的呃 学习方式 现在已经在改变了 在目前讲台上面所讲授课程的这些老师 他们当年被培养出来的时候所受的那种训练方式 他又用那一套去教学生 嗯 可是事实上已经跟这个时代不符合了 现在的学生你要他听 二十分钟抽象的理论啊 我想能够保持清醒的人 很少 主持人大概都我们委员长都已经马上 这个 所以这里面就是他有一个改变 那现代的年轻人他喜欢参与 他不喜欢你一直讲 他坐在那边听 好像一种单向的灌输 现在年轻人喜欢参与 所以你在教学方式上一定要他能够参与 另外呢 有些学生也许还适合那种长篇大论的理论课 但是我发现很多的学生 他其实比较喜欢动手 在实物的经验中去学习 所以其实这个是恢复到最古老的杜威的一个讲法 就是坐中学 在这个坐中学 而且我们这个坐啊 不能是跟这种现实社会 现实场景脱离的一种坐 你要跟现实社会能够结合 所以我讲一句话叫以战练兵 这是我们的特色 以战练兵 什么叫以战练兵呢 就是像委员长当年率领黄埔军校的时候 都是在军校里面 这个立正烧起 都做完了 单兵教练 武教练班教练 训练完了 然后整整齐齐的上了战场 这种上战场的人 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用处的 常常一拨上去 十个大概有一半 都成了炮灰 反过来 游击队 在那个战场中磨练出他的战绩 是最实用的 那种理正烧起 在真正的战场上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就想说以战练兵 让学生透过食物 透过比赛 透过展演 来这个学习 来表现 所以我讲这一大段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很多科系 其实都是朝这样的一个方向 去发展 在这里面表现的最特色的 最有特色的 也就是目前大家都很 很多年前喜欢的 叫工业设计器 我们的工业设计器 是就是非常有特色 那这个学生呢 大概就是用我刚刚讲的这种方式 他们就是 老师们给他一个作业 然后透过一个小组 然后做出成品之后 其实是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有一些学生 刚进工业设计系 他们的家长就打电话给学校 所以为什么我都 每次打电话给我的小孩 他都说他有作业 他都说他在熬夜 他究竟是骗我的还是真的 我就跟他讲真的 因为真的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这个实作 要把他们作品做出来 那你想一个学生 不眠不休去做他的作品 你可以想象一个学生 会不眠不休的坐在课堂上 听老师讲课吗 我想哪一个学生可以撑住 连续八小时在那边听老师讲课 或连续八小时在那边看一本书 可是他能够连续八小时 去修改他自己的作品 那做出来还不行呢 你孤方自赏 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同才之间一看 别人做得比你更好 有同才的学习 同才的激励 大家都觉得你做得也不错了 我做得也不错了 我们再拿出去 还是觉得自己很好吗 不行 还要透过老师的讲评 甚至我们去租一些场地 让他们去展出 去接受观众的批评 透过这个过程来成长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做中学 以战练兵 我们很多课程都透过这种方式来设计 对 我知道尤其是艺术设计学院 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比赛 那成绩的都非常非常的突出 对不对 好 然后另外还有文学院 工程级管理学院 那我想 刚刚这个校长也谈到 就是说 他的这个 希望所有在校的老师 都能够用一个比较 接近青少年的一个心情 然后去跟他们打成一片 然后让他们多参与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 把这样的一个学习呢 能够在成绩上面更突出 对不对 那当然 那我想听众朋友 可能对于这么多的这个学习 这个除此之外呢 你知道吗 对于华泛来讲 大家还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 就是他的一个品德教育 其实我常听到人家讲说 华泛是非常要求学生的一个品德的 可是我自己就在深思 因为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 你这个品德教育怎么样去培养 因为你如果说他还是一个孩子 小学生 可能我还可以这个 把他捏造出来 都已经是大学生了 所以校长这方面怎么做 是 这个问题啊 这个很好 像我刚刚讲那一套 就是实战 这个做中学 这个以战练兵 这个是培养一个 就是实用的能力 培养一个有用的人 但如果只是培养一个有用的人 这还不是我们的教育理念 我们的教育理念是培养一个有品 又有用的人 就是刚刚委员长讲的这个品德的部分 品德听起来很抽象 好像就是虚无缥缈 就是而且蛮有压力的 就是好像那种道德意味 很强的那种名词 可是事实上 品德这个概念很简单 它就是良好习惯 什么叫品德 一个人有良好的习惯 就是有品德 所以非常简单 要培养好的品德 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像我自己教书的时候 我每堂课都点名的 好严哦 每堂课都点名 人家说你这个大学教授 讲这种东西 你还这种像小学老师一样 每堂点名 我每堂点名 每堂点名也不花时间 我固定座位 你可以选择 你真的要求学生固定座位啊 可以选择 那选完了以后 这个学期呢 你就坐到这个位置 我只要看那个位置空 我就知道你没来 所以不花什么时间 这个二三 勾周勾周 然后呢 还有一个讲法就是 这个上课零一停 就开始点名 这个是一个关键 所以也不能迟到 同学常常讲说 老师刚刚这个打零的时候呢 我还在爬楼梯 那我进来的时候 铃声响了 这个停了没多久 你就开始点名了 我说对不起 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就是两点钟 就是两点钟 像我们广播界的朋友 就非常清楚啊 分秒都不能多的 像我记得在英国 他们开会的时候 两点钟的时候 他不是到了两点 才开始大家签到 开始虚寒问暖 开始倒查 然后做定 不是 那样一搞 起码两点五分了 他是两点钟一到的时候 所有人其实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两点钟一到 就开始讲话 哇 所以校长你平常跟 这个学校开校务会议的时候 也都是很准时 这样子 是我不太等人的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你比我更像委员长 真的吗 我还没读过军校 像我们刚刚那个校长 就非常准时 而且是提早到 我们在这个录音的时候 哇 这是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说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他是从 我们常常讲说 什么叫做品质 什么叫做品德 你问一个工程师 什么叫品质 好像很抽象 其实一句话就回答了 就是注重每一个细节 把每一个细节照顾好 品质就自然出来了 那什么叫品德呢 也很简单 没有什么抽象 没有什么高原的 就是把好的习惯保持住 让它自然而然 那就是你的品德 所以我觉得 常常有人觉得说 好像到了大学以后 它就变得很散漫了 或什么的 在我们学校 基本上还是有要求的 还是有要求 所以同学们要选滑饭的时候 要稍微这个注意一下 我们有很多的规定 比如说 住在宿舍里面的时候 我们是晚上一点钟就断网的 而且好像还有门禁是不是 12点就是要回来的 晚上12点钟 不回来没关系 至少要讲一声 我们知道你在哪里 像这一类的事情 就是我们还是有要求 相对于其他大学 所以我是不是以前听过一句话 就是说念滑饭的孩子不会变坏 有没有这句话 还好啦 还好 状况都还好 这个也有人说 怎么你们滑饭的学生 看起来就是比较文质彬彬的 比较规矩 比较规矩 我说其实不是我们的功劳 我们应该归功于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山林的环境 因为我们学校外面没有夜市 我们里面只有花卉 所以现在的时候就是 樱花开了 梅花开了 然后现在杜鹃花也在开 茶花还在开 我们里面只有花草树木 山林 美好的空气 然后以及好好念书 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学生 他那个分发到滑饭 然后兴冲冲的就开始到山上 一看 哇周边都没有市区 没有这个夜市 那他就觉得不太能够适应 所以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学生 他都觉得一定是他那个品性 跟我们的这个磁场 蛮合的 很近对不对 一个没有办法静下心来 完全没办法静下心来的 那个同学 他也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自然赛态 对 我们把大概有 至少我觉得有一成的学生 是因为这样一个因素 他觉得他不太适应这个环境 但是进来这个环境的同学 四年以后 他就会蛮想念这个环境 反而挺旧的那种感觉 非常欣赏 我听过很多毕业的同学 他们就很怀念 大概第一年不适应 第二年就开始喜欢 第三年就非常自然 对 然后那个气质 其实就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中 培养出来 所以我讲第二个不是我们的功劳 就是想想看 一个学生四年都在夜市里面 被熏陶出来的 跟四年在一个清新的空气中 那个皮肤就不一样 是不是 皮肤就好很多 看起来也就比较顺一点 所以老师刚刚有谈到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不用学校特意去讲 就是那个气质慢慢的就会 其实会出来 如目染当中 那当然我们也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设校的时候 特地就选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 也就是这样的学生 那所以环境 跟学校的教学理念 跟师生的互动 其实都是朝着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走 所以很自然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我想很多的 如果说爸爸妈妈 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 听到校长这样讲 也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还真的蛮想 把小朋友收上去 念这个华帆 很多家长听的都是 去看了以后 家长比小孩还想送小孩去 真的 好 那我想 这个听众朋友呢 可能听到今天校长来 这个谈到之后呢 更想要多了解华泛大学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 再请我们的朱建民校长 来告诉你哦 OK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特别请到华泛大学的大家长 朱建民 朱校长 来到节目当中 跟所有听众朋友 聊聊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呢 其实这个台湾那么久 还没有恭喜校长 因为听说好 你们今年又再度荣获 教学卓越计划 对 而且你知道吗 听说那个计划蛮大的 而且是连续六年 是的 都得到 是的 台湾其实刚刚讲说 学校很多嘛 所以教育部为了区隔 这些学校 他大概就花了不少钱 这一年有150亿的这样的一个经费 来鼓励这个比较优秀的大学 大概在一般大学来讲呢 一年大概会鼓励10所研究型大学 30所教学型大学 那华泛是属于教学型大学 那所有的教学型大学 都去争取这个教学主义大学计划 然后才三所可以得到 30 有30 有30所 有30所 那我们得到 而且是连续六年都得到 那这代表教育部对我们的一个肯定了 另外一方面 给我们的金额 也是比较多的 相对来讲 因为我们学生4000学生 我们得到的经费就3760万 所以几乎平均下来 一个学生有将近一万块钱的 这种资源的挹注 所以对整个教学品质上面 会比较好 那有一个特点 我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教学型大学 跟研究型大学最大的差别 就是教学型大学 非常重视大学部的教学活动 而且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互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自我的一种期许 就是希望能够在师生互动方面 能够多加强 那在教学型大学里面 华泛的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是小班教学 我们大概很多的班级 大概都是15个人到20个人 好幸福 是我们艺术设计学院 大概平均的人数 就是15个人一班 所以一班当然不止15个人 一般同班同学 有的是60个人一班 但是我们是会拆成四个组 来分组教学 那更少的有的时候 就是八个人一组 大概就是说 所以我们学校里面 大概很少有一个大教师 所以那个教学品质很棒 感觉很像念研究所 感觉是很好 我今天中午还跟同学 在一起吃饭 那同学就讲说 他非常这个 就是enjoy的一个经验 就是在华泛 跟老师的这个互动 所以他觉得他的研究所 还想继续在这边读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 在其他学校大概很难得到 很多学校大概就是会比较 就是说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没有那么多的老师 花那么多的时间在学生身上 那像我们不是自己讲了 是透过教育部的问卷 问老师问学生 比如说问老师说 你觉得你自己花在学生的时间上 就课外多不多 老师说蛮多的 那学生也问他 说你觉得老师在你们身上 课外花的时间多不多 学生也说很多 这两端都吻合了 对对对 所以教育部觉得 这也是华泛的一个特色 所以那种师生互动 那种亲自指导 甚至有些时候是一种像师徒制 老师傅带着徒弟 那种实作 然后来培养 这个其实是很多 像刚刚讲这个工程与管理学院 像我们积电系的学生进来 有的时候他的程度不是很好 但是老师就花很多的时间 大一进来的时候 也许是对这个科系 没有那么强的认同感 可是今年的大事 我们以今年大事为例 全班倒数第二名 也考上研究所 而且是国立的 太棒了 全班倒数第二名 也考上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华泛大学是很多年轻人 在人生中再一次翻腾的一个机会 他的机会就来自于老师 不令花自己课外的时间 要培养这样的 事实上花很多时间 我刚讲的那些老师 大概都甚至到晚上十二点钟 还在辅导学生 帮他们陪着他们去做作业 陪着他们去设计 去参加比赛 这个都是义务的 然后帮他们补习证兆 去考证兆 这种老师是在我们学校 占的比例是蛮多的 您看看您看看 华泛的孩子多幸福 是蛮幸福的 不过有的时候照顾好像也太多了 比如说他感情有点状况 也会找老师 是不是 跟爸爸妈妈吵架 也会找老师 对不对 就等于说 很轻了 亦师亦友那样感觉 所以在每一个系办公室外面 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学生 好像把当成自己家客厅一样 然后就坐在外面的沙发 那学校也特别会布置 那有些系办公室就会 老师看学生坐到那边无聊 就开始提供饼干 提供茶点 就隔两天发现 怎么饼干没有了 学生开始说 怎么没有饼干 老师只好持续供应 天哪 好可爱 取了一些名字 很有一些小故事 蛮好玩的 这个校长我想到 因为现在很多的高中同学 可能都在忙着申请入学 对不对 如果我想要去华泛的话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是 比方说像资料的一些佐证 或者是他在选择科系的时候 他应该考量的一个范围在哪里 我觉得台湾的学校目前选择很多了 所以我觉得高中同学很幸福 不过你选择之前一定要好好浏览 好好做一些这个所谓的功课了 你才能够确保你的选择是符合你的需求的 华泛我刚刚讲过我们的特色是比较强调师生互动 也比较喜欢同学在一个优美的环境里面来读书 所以如果你想要每天晚上吃夜市的同学 就不用选了 因为那会很辛苦 你要每天坐车下山 或你家有夜市 然后每天上来读书也无所谓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 第一个要去那个学校的网站 因为现在很多学校都会把很多的讯息 提供在网路上面 所以第一个去看网站 华泛的网站做的还不错 非常不错 把我们的很多的这种特色 我们的一些活动都摆在上面 而且清楚明了 是是 所以我们的理念也很清楚 活动也很清楚 所以同学可以透过这个虚拟的一个过程 大概有一部分的了解 如果想更深入了解 我觉得找个机会看一下 你适不适合 喜不喜欢那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这个过程会比较能够了解一个学校 另外的 你如果对这个学校有兴趣之后 你应该锁定那个系 去了解那个系里面的一些课程 师资 通常在这个申请入学的时候 如果老师们会问你什么的时候 第一个问题是 你对我们学校有什么了解 你对我们的科系 校长泄题 然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学校 你为什么对这个科系有兴趣 然后你说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到这个名字 这个不可能 对不对 这个另外一个人准备的很充分 其实不要太紧张 只要展现出你的兴趣 你的一点点的认识 是跟你的发展是符合的 其实老师们都很爱才的 都对年轻人都是非常爱 这个爱护的 看到你对他的科系有兴趣 他就高兴了 看到你又花了一点时间去了解他 他更高兴了 我觉得都愿意是栽培的 好 所以先要对这个学校有所认识 然后他的科系 你仔细去研究 他的研究领域 是不是你想学的 对不对 然后当然有机控的话 其实校长也谈到 你可以去学校走一趟 走一走 看到那个环境 你喜不喜欢 因为每一个还是要实地经验 对 我觉得不要浪费时间 年轻的生命很可贵 多花一点时间收集资料 然后理解自己 理解对方 然后选择才是正确的 那其实谈到了这个华泛大学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计划 那当然最有名之前 我们有听到什么 小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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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狮子王绵梦 不是山东馒头 是小馒头 对 好 那因为我知道校长是从 去年二月份的时候上任 对不对 那在这一年来讲 其实对于华泛来说 好像注入了一个强心针 好像又年轻起来 对不对 那您自己对于学校 有什么样的期许 希望把它带领到 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是 我觉得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 都面临到竞争的压力 于是就想说 我应该转型 或应该拓展其他的生源 所以招国际生 招陆生 很多这种招数 然后希望能够让自己的学校 能够继续发展的更好 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是以生存 这种纯粹的生存 来作为一个办学的考量的时候 这个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 如果一个大学只求竞争 只求经费的争取 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 所以哈佛大学 自己就曾经讲过 哈佛大学好像都丧失了灵魂 所以我在华泛大学 我看到的是 这个大学 它原始的理想还在 所以我说 这是一个有灵魂的大学 不是一个追求生存 追求经济发展 跟这个它的裁员的一个大学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 所以我在整个学校的 这个发展的愿景 很多学校都说 我们要成为第一流的 国际第一流的 我们要争取最多的经费 我觉得那是蛮幼稚的 因为就好像每一个小学生都说 我要当第一名 那是空的 那是空的 所以我给我们同仁的一个讲话 就是我们要坚守大学教育的灵魂 东方的高等教育 有很多的理想 跟现代的这一种发展 可以做一些参考的 那在这个部分 我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典范大学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学生 成为有品又有用的人 所以同学在选的一个学校的时候 也要注意 其实现在很多学校都会把他将来的一种出路 这个展现出来 所以同学也可以透过这个去选择 不过我觉得 有的时候太多这种现实的考量 太多这种生存的压力 有的时候会让一个原本高等教育的那种本质会扭曲 我觉得在这点是我们比较可以坚持的 也就是我们当时设校的一个基本理念 对 不走留俗 然后也不是完全以所谓的成本来考量一个大学的经营 而是以怎么样能够培养出我们的学生 所以我们采取很多补贴的方式 刚刚讲的小馒头 就针对那些学习比较缓慢的同学 或他过去的学习习惯比较不好的同学 我们透过同才的帮助来扶持他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让他们从一个成绩落后的同学 或者学习意愿低落的同学 透过同才的帮助 这些都是学要给经费的 都是益助上鼓励他们参与 我觉得都可以看到年轻生命的一个再度奋起 都是让我们觉得很值得 我觉得校长真的是一个蛮有想法的 因为确实来到华泛大学之后 我听到很多朋友在讲说 你非常能够抓住所谓当初创办的精神 然后刚刚校长也谈到 我们在办教育的时候 应该回归到所谓的教育的本质 所以传道的时候也解惑之外 其实怎么样让他的一个品德教育 做一个提升 而且除了品德教育 当然我们也就是还是非常重视 所谓在学科方面领域的一个扎根动作 做中学 对不对 像那个学科的部分 我觉得像很多学校教很多很多 或我们学生学很多很多 这个其实要看学生的能耐 你学十样 十样都西中平常 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跟我们的老师讲 如果这个同学 十样学不全 他只能学三样 你又让他的三样好好学 我们精实 做到务实 做到确实 让那个学生出去的时候 是这个有扎实的基础 而不是说十样学到的东西 都是西中平常 都是不及格的 这有什么意思呢 很多的课程的安排 这个好像很丰富 但学生真的学到那么多吗 我觉得反过来思考 不是以学问本身的价格为主 而是以学生的学习 时效为主 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重新思维的 好感动 其实这个办校的 确实要有一些革命精神 对不对 是 委员长一样的革命精神 对 好 那当然我们从校长的这个身上 也可以感受到 他对于那个教育的热忱 那个心永远在 而且非常非常年轻 我们相信 未来华藩大学会举办 更多的一些活动 让大家更能够清楚的认识 华藩大学 好 那谢谢我们的校长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长